在身兼基隆市妇女会理事长何淑平议员号召下 各区妇女会集资准备了100份里面装有饼干 饮料包和泡面等民生物资的关怀包 委由当区议员或是各区妇女会干部 协助发放给7区因为确诊居家隔离 生活受到影响的弱势民众 我们议员这些名义代表 我们都知道说有的人居隔快结束 甚至居隔完了之后还没有受到防疫物资 所以说他们迟迟没有收到这些防疫物资 人民都叫苦连天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非常感谢我们有很多公庙 还有一些社团 他们都捐赠物资来帮助他们 那基隆市妇女会也持续这份爱 我们要把它传下去 所以说我们准备了100份的物资 来帮助我们弱势家庭单亲的妇佑 让我们一起 让我们这些民间的团体一起 齐心携手来度过这一次的疫情 这种爱心的结合 然后来办理这一场 把这么有爱的关怀包 要自证给各区 让各区的来协助各区 有需要拿到防疫包的所有的需要的人 关怀不落人厚 然后做事情呢 一样的跟我们何淑品何理事长 郑凯琳 郑议员 还有很多的前辈 姐姐阿姨们一样来学习 我们从第一 那把这样的事情 从我们党部的妇女会 来这个出发来做 我相信是基隆市 唯一也是做得最好的 虽然北部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不过基隆市还是有 因为确准隔离 生活受影响 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 多位妇女会干部 更是当场在家捐善款 持续集资 购买物资 也有爱思路福安工的善款 委由妇女会干部代为捐赠 一起购买民生物资 包括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副主委林江伟 以及国民党基隆市长 参选人谢国良秘书 都到场支持这项活动 希望竭尽全力 来帮忙弱势民众 度过疫情难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